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普通人被错判 被冤杀 也有一些维权人士 意见人士被黑扫着忧虑 越从83年的严打和重庆的打黑 这种以往的事情中 都有这方面不少的教训 但是最近网上比较集中的有一个担忧 就是很多自由知识分子 担心那些迅速报复起来的商人 以及红顶商人被扫黑 这个我就觉得有点担忧过滤了 因为我们很清楚 这多年来报复起来的这些私营企业 大多数其实是建立在对国有企业的掠夺 小的是旗航把式 强卖强卖 大的是操纵市场 这些迅速报复起来的人 比方有的地产商 矿山老板 还有一些大的国有企业迅速被股份化 被转移的这种情况 他们既有一种和官府沟通 利用权力寡分国有资产 当然这个本质上的党有资产的这种情况 另外一个方面 很多也确实和黑社会有勾结 比方我们知道的 在房地产的商人 征收土地过程中 出现了很多的人命 很多人出门以后回家的家就不见了 还有一些矿山老板 他在雇佣很多的奴工 像山西的黑莓窑 黑砖窑 这方面的问题 前多年的通报过 不仅非常严重 而且是惨不人道 这些作为我们关心社会的 有良知的人 这种情况确实是不应该被容忍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看 这多年来迅速报复起来的人 很多其实就是很不合理的 这些人 一个本身就是大部分是不法商人 另外一个 这些人 他们也不可能在中国的民主自由 以及社会公平正义中 扮演什么积极的角色 这些人的企业 其实它是原来国有企业的一种变种 这种变种就是原来把国有企业的 这种实际上的党友 转化成个人的私有 而在个人的私有背后 这其实就在官商结合 前面的是商人 后面的是官员 这些固然 他们互相之间的竞争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打破政权对于社会的垄断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也要看出 这些人的这种掠夺 对中国社会的公平公正 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造成了极大的隐患 未来 这些 就是说是他们掠夺的 不仅仅是国有企业 其实也是掠夺了 人民的一种 合理的对这种财富的拥有 固然目前 这种财富不属于老百姓 但是中国民主化以后 如果这种财产被私人拥有 那么将来就很难回到 普通民众的 回到国家的手中 我们知道 中国改革开放 仅仅40年 但是中国却出现了许多的巨商 富豪 这种情况 出现 如果我们在西方 长期住的人 应该了解这种情况 是非常的不正常 像西方 这些那个商人 他赚钱并不容易 他不可能一夜暴富 而中国有这么多的人 那个暴富 这就是 他的那个财产的来源 从根本上来说 就不正确 就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啊 现在这个我们就清楚的知道 商人 尤其 这个红警商人 他其实是体制的一部分 他这是一种体制的 这个 一种变种 他们既设黑 又设官 所以 随着中国政治斗争的变化 他今天 那个红的发紫 明天被打成 黑社会 这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就像那个台上的 那个很多官员一样 是吧 像周永康 薄熙来 当红的时候 在台上 是 这个国家级领导人 一旦倒台 就那个千夫所子 而现在这些商人 由于依附着 这样一批官员 随着那个官员的 倒台 他们的命运发生变化 这也是 自然而然的事情 你像那个徐明 刘汉 是吧 这些人 出现 发生这种情况 这是 这也是中国政治斗争的 一种必然 另外一个 像刘汉这样的 那个资本家 对他那个打倒 不仅是 这可能 有人认为 这是那个体制内 互相之间的斗争 但另外一个方面 客观上 也是有利于 普通民众的 像刘汉这样的 那个撒黑 那确实是 很可怕的 像徐明 他对于在 大连啊 对这些市政企业的 那个垄断 其实他本身 也就破坏了 正常的 市场竞争 这些人 在这个政治斗争中 被整肃 很难谈得上 是有什么冤枉 当然现在 这个 要在全国范围内啊 要开始一次 大的扫黑 那这次 那个扫黑过程中 更多的 可能是这个 大苍蝇 小老虎 这一级的那个官员 和那个商人 很多 要被 清除 这个 从 总体上来看啊 只要 按照那个 法律的程序走 打住了的 这些人 很 基本上 应该说 是属于 这个 应该 扫黑的 对象 因为扫黑的对象 有些那个 牵涉暴力 有些是 那个财产 那个来源 可能大部分来说 这个财产来源 就很 就很有问题 因此 作为那个自由知识分子 大可不必 替这些人辩护 如果自由知识分子 替这些人辩护 我们就感觉到 在某种程度上 是站错了立场 我们知道 中国历史上 有许多的知识分子 忧国忧民者 像杜甫啊 白居易啊 王玉成啊 还有范仲淹啊 等等 这方面知识分子 很多 他们 也充满了 对于社会 弱势群体 和社会 公正的关注 像当代知识分子 中国体制内的 那个知识分子 像余建荣啊 像胡星斗啊 他们也很关注 社会的 那个弱势群体 这 我们觉得 在这次 那个大黑中啊 应该 这个自由知识分子 应该多关注一下 这一方面 是吧 因为这些 这些那个富豪啊 红顶商人 他们就本身就是社会的 强势节藏 他们的这个 从钱的来源 的那个钱发挥的作用啊 这个对于整个社会 来说 这次既破坏社会公正啊 又对于未来 社会的发展 也没有什么 那个健康的 那个意义 所以一些人 替这些人 那个呼吁啊 这个就难怪 一些民众啊 说是一些 这些异议人士啊 在替资本家 做什么什么了啊 说得很难清 这些如果说是 这次那个自由知识分子 将自己的那个 呼吁的重点 放在这一方面 那肯定是 对自己的那个形象 对自己的所从事的事业 有一定的影响的 现在我们关键啊 期盼的就是 在国家 这次那个扫黑以后啊 关键是伐墨的钱 用到什么地方去 如果这些那个伐墨的钱啊 有一部分 能用于对于弱势群体 比方说像个兵花南海啊 这些人的 这方面的生活啊 学习的支持 那么这个那个扫黑 他就确实是 一种很大的社会积极积积 另外一个 要关注的 就是这次扫黑以后啊 能否建立起一种 那个好的 这个不说政治制度嘛 起码有种好的 那个行政制度 是吧 切断 在那个很大程度上 切断 商人 与权力的 勾结 是商人和权力的 这种 结合 能够受到一定的监控 因为那个全面那个监控 是不可能的 所以啊 我觉得那个目前啊 呼吁的那个重点 应该放在这儿 而不要 太替这些 红顶商人啊 这些人家已经进入 人大政协啊 这本身在 又和那个背后的那个 党委书记 政法委书记 公安机关 结合起来 盘博社会 欺压老百姓的这些人啊 不要替这些人担心了 如果替这些人担心 那让人家说 是资本家的走狗 那就 也我想 也是 不是冤枉了啊 这也不是一种诬蔑了 这可能 这就是名副其实了 好 今天的话题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